其实20年间 海莲总共在查令十字街84号购书近50种 这个数目并不大 算不得是位好顾客 但保持着与书店的弗兰克先生及其他人的通信 却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感性爱幻想的读者 我同很多女性读者一样 在阅读中总是不免带着几分好奇三八的心 会猜想海莲和弗兰克之间 究竟有没有爱情 海莲和弗兰克终身不曾相见 我想这并不是一个遗憾的故事 他们反而是那么的幸运 因为那些信件20年间飘洋过海 在彼岸却总能得到另一人的回音 这是多么美丽的奇遇 这是查令十字街84号这册书收录的海莲 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 据话时间是1969年 而第一封信却要追溯到1949年 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 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旧书店的广告 就写了这封信 并附上一份书单 想看能否买到合适的书 书店的经理弗兰克收到信后 努力为海莲找书 20天后海莲收到了回信 在这20年的时间里 他们多次邀请海莲去英国 海莲也想去亲眼看看这个书店 我又会和海莲一样 盼望弗兰克的回信 听他告诉我们寻找古书的最新进展 感受着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 谦和儒雅的绅士气质 而且说弗兰克生前如此爱读海莲的来信 海莲的古道热肠 让书店的店员们感动不已 都乐于参与到给海莲的回信中 连弗兰克的太太诺拉 也会为海莲回信